那我问一下明老师 公私合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出现 对 那个我等一下就先讲 等一下讲到后面我们先讲前面 但讲前面前我也想要像王豪兄一样 我要先讲三个观念 第一个呢 共产党叫做共产党 好 共产 要共你的产的 所以它可以的话 它会国有化跟私有化 它最早就明确讲说要消灭私产 只是后来大概7008年代 因为那时候救经济 所以说我们要挽救经济 所以说要开放私产 那那个地方有空我们再详细说了 简单说就是最早是这样想的 第一个 第二呢 它这个集中资源来干什么呢 一方面就是理念上 它消灭私有财产 二方面就是这些国家呢 大部分在追求工业化 将来我们会详细说这一点 就是全世界的共产党 除了柬埔寨之外 大概都是工业化的政党 然后大部分都注重工业当中的重工业优先 这是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就是 他们大体上是相信计划经济 过去相信计划经济 是不太相信市场的 所以大概先有这三个概念 才能明白说 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那么既然他们当然开始打下天下的时候 他说我要去把中国要建成一个迅速建立起来强大的国家 然后抵抗外物什么等等 所以我就要能够说 第一我要消灭私产 第二集中这个资源 把所有资源都抓在手上 然后第三呢 我要去用计划经济方式的去建设国家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即便中国的私营经济或什么信贷工商也不算十分发达 中国基本上还是有非常高比例的私有产权跟私营经济 所以你要把简单说 从共产党逻辑就是 把一个私营经济为主的这么一个经济体 改造成为一个公有或国有的这么一个经济体 那我就不区分公有跟国有了 好 那么这要改造就分成三大块 所以大概从1951年开始搞到195556年 搞了56年的时间呢 分成三大块 第一块叫农业 第二块叫手工业 第三块叫做资本主义工资或民族工赏业 那么在中国当时 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呢 在中国社会里面 支撑中国经济就农业经济 那么农业的这个产值呢 大概占八九成 然后务农人口呢 占总人口大概九成左右 所以你要把这些改造过来 那怎么改造过来呢 第一件事情是土地 原来的土地 大家说是私有的嘛 一小部分是公有或国有的 那大部分是私有的 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土地国有化跟私有化 真正经过两个过程 我就不详细说了 反正最后呢 就是第一波是经过第一次土地改革 在最早19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呢 是杀地主 地主富农啊什么坏分子什么的 地富反坏右 然后这个什么中立中农 然后这是这个清除富农跟地主 然后把这个土地收过来 这个收过来之后不是立刻国有 它分给农民 那是第一波 分给多少呢 分给三亿农民 所以用中共官方的宣传术语来说 我打造了三亿自耕农 照理说这是很正确的政策 没有错 台湾当时土地改革嘛 对不对 50年代进入土地改革 可是好景不长 大概一年多之后 开始国有化 开始工有化 所以最早第一次这个土地改革的时候呢 是杀地主 然后这个官妇农等等 大概是这样子 到了第二波 你说把刚刚发下去的土地 然后要收回来 那农民就不愿意了 农民想说 我刚才拿到土地主还没摸热 你就要拿走 所以农民抗拒 那很简单 杀 农民很记得 你怎么杀地主 因为是两年前的事情 那现在两年之后该杀我了 我立刻就想起 当时我也扔过石头 当时杀地主 我扔过石头 我参加过扔过 每个人的时候都沾血 因为不沾血的话 你就分不到土地 不沾血的话 怕你将来跟蒋介石勾结 他返乡团回来 你跟他一起打我共产党 就不行的 那这样子 第二轮呢 就杀农民 不用杀太多 大家立刻想起 你杀过人 但即便是这样子 这个农业的改造呢 还搞了五年左右 为什么 党内反弹太激烈 党内觉得说 这样会伤害农民 生产积极性 反正我们话就是 影响到生产诱因 这样会打击诱因 所以辩论了很久 毛泽东力排众议 然后骂了陈云 骂了邓紫辉 骂了周恩来 就把人都骂了之后 然后说 好 咱们这样干 这样才把它压下来 然后才去搞这个 所以那时候还不是人民公社 那时候叫做生产队啊 什么等等 或者是生产合作社 什么高初级啊 高级什么等等 那么到搞到三面红旗的时候 才到人民公社 所以第一波呢 大概到五五年 五六五五年左右 农业改造完成 好 那么土地基本过游化 然后再来就手工业 手工业在中国 一直是很小的一支 所以大概一年左右 就解决了 另外麻烦是工商业 中国当时工商业 是满清末年洋务运动开始 大部分在沿海 少部分的在内陆 好了 那这样的话 你要把这些基本属于私营的 或者由官营 然后转为私营的这些工商业 慢慢收归国营 那老板信心就不太痛快了 所以本来是我辛辛苦苦 从满清末年洋务运动 我们胡家张家李家 一直在做海 或者做仿 或者当时做几个 一个是仿制 一个是仰火 大概就是这几个东西 是最大的工业 好 那么传了好几年 传了现在呢 你现在要跟我合营了 我实在很不乐意 但是他已经看到 共产党在农村杀过人 前面杀过一波 现在又杀了一波 那现在你想想看 那怎么办呢 就是现场 然后共产党当然也讲到说 这个东西我们不是白拿你的 这样的我们也给你一些补贴 那怎么补贴呢 我们来估算一下 你企业值多少钱 然后值多少钱之后呢 我们把那什么机房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之类的设备 什么都稍微粗算一下 那么单的地方算的比例非常低 大部分算的就是 它是年产值 那么几年平均之后多少 然后我们设一个数字出来呢 然后给你一个定息 这定息理论上给十年 给到1966年停下来 那之后就不给了 好了 那么这是对于企业的改造 所以企业呢 就是慢慢慢慢 就像刚刚王好兄说的 就从私人经营 慢慢转成公私合营 最后变成国家所有 就是从私有到公私 然后到这个公有 或者国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他们除了对企业改造之外 他们最自豪就是 我对企业家进行改造 企业家原来是剥削阶层的人 他们这个抽股吸水 然后剥削这个广大的劳动人民 什么等等 这个惨不忍睹 那现在呢 我们不杀他们 我们把他们改造成为 自食其利的劳动者 让他们变成管理阶层 他们参与管理 然后他们在新的社会里面 也能做出一番贡献 所以这样就改造过来了 那我有趣的就是 我后来在国外读书 那80 70年的末呢 大陆重新开放嘛 就放了一批人出来 那批人都是老学者 大概就是五六十岁往上的 就当年有过留外经验的 现在再送出来 再过两年之后呢 就出来一些学生了 就很年轻 就是三十岁以下的人 然后我们认为 大部分都是公费 结果有时跟一个聊天 说不过我自费 我一跳起来 我说我们学校学费这么贵 你怎么可能自费 我说你乱讲 他说真的自费 我一问上海人 然后呢资本家后代 然后呢 因为当年要给的定型 没有给完 他祖父就过世了 然后文革就爆发了 所以他们家家道当时就中落了 他在外面讨饭讨金 回来之后现在说落实政策了 钱又补给他们了 他们家务员的厂大到不得了 限给国家政策定性还有一点 所以给他呢 他拿钱立刻逃出来了 非常罕见的例子 非常非常罕见 所以还真有这种事情 也就是说当年给的钱是给过的 然后中间中断过 然后后来落实政策又给了一些 那么我们现在回来讲 就是说从1951年左右开始 进行三大改造 改造五五五六 改成什么结果 第一农业呢 农民彻底农奴化 那他说为什么农奴化呢 然后农民都是种田呢 不中国以前你说 我被地主剥削 你不要忘记 一个地方地主可能不止一个 你今天给这个成地主剥削 剥削得不愉快 我跑去找张地主 那张地主完了之后不行 我就找李地主 找赵地主 我有地主可以换 现在你只有一个地主 你只有一个地主 然后你的所有身份 你的什么什么 全部都绑在这个上面 所以彻底农奴化 这第一个 那工 手工业也不用讲 太小了 然后工商业 工商业彻底国有化 工有化之后呢 很多资本家呢 虽然他被这个 所谓改造了 改造完变成这个管理厂 他心里还是不舒服 就跳楼 跳楼跳到什么地步呢 跳下去的时候呢 会压死底下走过的人 所以当时的这上海市长 叫陈毅 就是十大元帅 这些陈毅 陈毅听说每天进办公室 第一件问题是说 今天有多少工匠兵 就是有多少人跳楼 有多少工匠兵 他是问这件事情 跳楼跳楼之后 那段时间上海市老百姓 不敢走到外头 走到棋楼里面 要免得被上面人压死 这是当时的记载 所以一旦走到这样之后 他这个私营经济的比例 或者私有产权比例大幅下滑 从大概90%几的私有产权 到最后官方公布数字 是勉强超过7 所以私营经济 大概降到77.1左右 那么国有跟工业 加起来93% 就真正的共产 所以明老师刚刚讲到 当年的历史故事的公私合营 以及真正的共产之后 实际上本质上也会影响到 生产跟经济的发展 对 很严重啊 因为这个 他们自己讲到这个叫做 我们叫生产诱因的消失了 他们叫做劳动积极性的下降了 那一样的意思 那用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社会主义养懒人 因为大家没有了工作诱因 做跟不做都一样 当时文革情况 大家最流行一句话叫做 做不做36 做跟不做都拿36块 所以你做 那这样干嘛做 你不做也36块 所以1970年代 当时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吗 就有少量的美国学者 美级学者 就拿那个富尔布莱特奖学金 就进到这个大陆去交书 他们的钱当然很充裕了 所以就是请一些这个 什么阿姨帮大家做点家事 然后他一看那个阿姨 他就觉得很奇怪 有个女的老师 美国女老师就很奇怪 他说你怎么这样做事 他说这样什么不对 他说你烫衣服做了烫 他说你怎么做了烫衣服 他说这样做比较轻松 好吧 那你就这样烫吧 就像工作几件的方案 说工作效率齐低无比 为什么 他一个上午烫几件衣服 三件 他一个上午 大概从八点钟进来到十二点 只烫了三件衣服 坐在那边烫 他说为什么 钱不是你给我的 钱是你付给外伴 或付给谁 这外伴给我 反正就是36 我烫一件也36 我烫三件也36 我为什么要烫三件 所以社会主义仰懒人 那么再来 这是从个人层面来看 从整体来看 第一呢 国家生产力会下滑 生产由因下降 所以经济会萎缩 然后物资会短缺 因为没有人想要去发财 想挣钱或什么创新 都没有了 然后具体来说 人民生活痛苦 因为它没有太多东西 所以出现叫做排队经济 老百姓没什么事情做 然后就要这么做 一看有排队了 就赶快跑去排 管他什么 就先排 排阵 你排什么 买袜子也行 那就买袜子吧 买什么 买蛋糕 那就买蛋糕吧 有买皮线就买皮 管他因为什么都缺 这东西我等一下说 不是只有中国才有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都经过这一波 东欧国家 苏联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有些 很有名的东欧经济学家 就写过很多书 讨论这现象 最后综合一句话 叫做短缺经济学 就是这么来的 那现在就是改革 看完下来之后 当时他有个辩论 他辩论说 你这样一开之后 会不会开到 就天下大乱什么 邓小平说不管了 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先把经济搞起来再说吧 那那个时候资本家 都挂的挂 所以就找台商跟港商进来 管你什么猫 反正抓老鼠发大财 最早是先开放给本地 你既然讲到这 我就讲一个故事好了 因为当时不是承包土地吗 那就回来 大家都去承包土地了 在那个广东高耀 高耀县有个人 叫做陈志雄 就是你想到那三个字 陈志雄 他不太会种田 他家家船是养鱼的 他们的公社生产 大队有口鱼塘 他就跑去跟公社书记讲说 我承包鱼塘 公社书记说 哪有承包鱼塘 大家承包土地 他说土地可以承包 鱼塘怎么不可以承包啊 公社书记想说 没有说不可以啊 当然也没说可以 那就试试看吧 好像是承包吧 那怎么承包法呢 他说你鱼塘过去 一年打多少斤鱼 打两百斤嘛 那这样子 我还给你 明年还给你打 我承包 还给你两百斤 多的鱼塘 咱们俩对百分 书记说这样不错 我已经保底了嘛 还有多那好 就承包了 就是他一下呢 就养出三百斤鱼出来 交了两百斤之后呢 然后就拿了五十斤 然后又给了书记五十斤 他书记 大队当然很高兴啊 后来他提出第二要求 我要雇工 我要雇人帮忙 他那怎么可以雇工 雇工在文革 这汪汪汪汪最清楚 叫剥削啊 就劳动剥削啊 这怎么可以 他说不是啊 我给的东西比你们多很多啊 那他就 大集合把条件开出来 就还全村人排队说 让我来给他剥削吧 因为这剥削日子太好过了 这好多倍 就他来 就他第二年又发到大财 就这样不断 最后搞到很大 大了什么地步呢 最后这事情呢 地方上不敢做主 就一路往上报 报到中央说 陈志雄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那时候看人民日报 比看武侠小说还紧张 每天说人民日报 就打开看 你看说陈志雄今天怎么 陈志雄今天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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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了 整整一年 大概是八三八四那几年 整整一年 最后说陈志雄是属于剥削行为 但是为什么允许呢 在现在改革开放时期 这剥削呢 对于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国家经济 是有帮助的 所以允许剥削行为主 所以我们叫做预刺剥削 预准剥削 那现在讲回这次混改 那么开放 所以从陈志雄开始 故宫两个人 最后故宫到七个 所以法定说是七个不叫剥削 八个叫剥削 当然最后都打破了 这个就是后来你们研究的题目了 人家现在郭台铭一百多万 那早就剥削了啦 早就剥削了啦 好 那现在混改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第一呢 我们开放了对不对 我本土的企业也成长了 然后本土企业成长 它不够强大 所以我开放外资 台资 港资各方面都来 然后成立各种各样的商家 但基本上有个规矩就是 你们的这个占股的百分比 不会超过50嘛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现在发现说 这样的竞争力还是不够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要混改 混改当然就是国资委 这么提出来的 但你刚刚说公司合营 国资委会立刻反驳 你这绝对不是公司合营 它有三句话 第一不是简单的股权多元化 第二不是简单的管理层收购 第三力求国有资本的 市场化配置效率 但是我们看起来 你这样一做生产诱因 还是会被破坏 只是多少而已 那么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去年 今年是2019 2018 2017年我们听到的 2017年我们听到 当时我们打听 但是并不了解台课细节 2018我刚好有机会碰到 几批大陆来的那些商人 我就一批一批这样问 完了之后 我们又打电话进去 找人这样问 我说你们怎么看混改 他说你不是在演讲里面 讲过这叫二字公司合营吗 他这叫二字公司合营 我说那你们态度怎么样 他们说现在还是观望 我说你们观望什么 然后你猜得到两个条件 第二条件就是 收购的价钱好不好 然后那我说 那你们现在漫不漫 他说不行 他说官方给的价钱太低 我现在不合算 后来我说 其实见好就收 我说你不要到后来拿不到 你早点拿比较好 而且当时我提醒他 我在善意提醒他 我说你拿到之后 想办法赶快汇出来 不要到时候出不来 就后来真的现在 就出不太来了 所以那是第一 就是收购价的问题 第二我再问下去 他说那如果我们叫混改的话 那经营权归谁 这是很具体的问题 那经营权归他的话 那他的操作空间很大 他有国资 国企的这么大一个这个 场域给他去操作 那很棒 那等于说帮他扩大了好多倍 有十倍八倍都不止 但是他说如果经营权归国企的话 那就没得玩了嘛 你国企要跟我合作 因为你国企经营不散嘛 你先把一个经营不散的国企架构 他套在我经营很好的一个 名气的头上 然后把他的钱又拿走 那就搞得两边都死嘛 所以他们是非常不看好的 那当然我不能说 这一次马化腾和马云 就是改成这个样子 我还不能这样说 但是从现在官方公布出来 我们没有看到更具体说 你的这个经营管理跟操作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不太乐观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这次混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考虑 他们要针对事业而来 他要解决事业问题 这个事情我们前几节节目讲 我们说从17年 我们就预测大陆会出现钱荒 那18年大陆的钱金开始大幅下滑 那当钱荒 当liquidation开始下行的时候呢 下一步我们看就是企业出走 所以不管是这个港企 台企或是外企会出走 出走到一定程度就是失业 失业到一定程度就是社会动乱 虽然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呢 不算很高 像城镇失业率 现在是5.0到5.2左右 那是城镇部分 第一官方这种数字 通常是低估 第二他不计算农村失业 所以我上次讲过说 2017年他们开完19大前后 北京市长蔡奇 就把那低端人口赶出去了 但是我们想不通 那时候后来过了几月 我们才想通 他是怕失业怕社会动乱 预先做动作 所以他们想得比我们快 那我们三个人就想通了 所以现在他的混改的考虑就是 我这样的扩大 我这个base之后呢 我有更多的机会来雇工 来解决事业问题 但大家薪水会少很多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